各位朋友大家好,昨天美國終於正式宣佈了 要對北京冬奧進行官方抵制 就是說運動員,你們要參加比賽,你們可以自己去 但是國家的官員一個都不准去 這個舉動一點都不出乎意料 因為現在美中兩國政府是處於新冷戰時期 在舊冷戰時期,美國曾經做出了相似的動作 就是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時候,美國是進行了抵制 而且那次抵制的力度比現在還要大 那次是所有的人包括運動員之類都不准去 結果莫斯科的奧運會就辦砸了,賠錢賠貸一塌糊塗 所有的這些美國和他的盟國都不去 那次抵制的力度這麼大呢 主要是因為1979年的時候蘇聯入侵了阿富汗 這給了美國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國家一個很好的理由 讓他們的運動員也不准去 因為蘇聯的這種舉動已經破壞了和平了 已經徹底的違反了奧運精神了 對這種國家當然要進行徹底的制裁 所以那次的力度更大 那麼這次中共還沒有公然的出兵 比如說在台海出兵或者是在南海出兵 所以說這次美國在冬奧會上面採取的這個措施 力度不如80年那次那麼大 但是這也足以讓中共非常的頭痛了 美國一宣布抵制,中共這邊就馬上做出了回應 應當是他們早就有這種心理準備 所以才能夠回應的這麼快,這次回應他們派出的是 外交部的這個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外交部的所有的發言人都是戰狼 現在整個外交部都已經戰狼化了 但是這個趙立堅在所有戰狼裡面 應當算是臉最臭的一個,是面目最可證的一個 是最讓人討厭的一個,他這次出來 一邊陰陽怪氣,一邊翻著白眼,橫餓橫狠的說 要對美國進行反制,我就很難想像出來 中共對美國能採取什麼樣的反制措施 過去貿易戰打了那麼久,美國在人權方面 在外交方面,甚至在軍事方面接連的出權 中共都沒有採取任何有力道的反制措施 那現在這次冬奧抵制冬奧,他能夠怎麼樣反制呢? 無非就是匹夫之怒,以頭腔遞耳 最多就是這樣,在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上面 罵幾句,僅此而已 而美國這邊呢,今後還會有很多的動作 這一次宣布官方抵制冬奧只是對中共打出了第一拳 開想第一槍,今後還陸續有來 那到底美國還可能有哪一些打擊的措施、抵制的措施呢? 我等一會兒再談,先談一談 現在有很多人他們接受了一個錯誤的觀念 說這個冬奧奧運會不應當跟政治掛鉤 中共也是這麼說的,甚至是西方國家裡面 也是有很多人這麼說的,那這種說法乍一聽很高大上 但是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根本就站不住腳 根本缺乏常識,根本沒有邏輯 大家想想,奧運會參加的那些運動員 他們是不是以國家隊的名義參加的? 運動員得了獎牌之後是不是要升國旗 是不是要唱國歌啊? 是不是有很多人很激動的覺得自己為國家贈得了榮譽啊? 奧運會的主辦的單位是不是國家啊? 名義上是什麼北京冬奧、東京奧運 但是實際上都是以舉國之力來舉辦的 所以國家在奧運會裡面擔任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個最重要的角色,而國家是什麼呢? 國家是當今人類社會最大的一種政治實體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個最大的政治實體 都在參與成為奧運的一個資助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能把奧運和政治分開呢? 那不是吃人說夢嘛? 所以奧運和政治一直是相關聯的 只不過是在天下太平時期,國與國之間關係良好 衝突很小的時候,體育、競技才成為奧運會的一個主要的部分 一個最顯眼的部分 當天下不太平的時候,當大國與大國之間 進行激烈的衝突和對抗的時候 奧運會不可避免的就會成為政治的競技場 就會成為宣傳戰的一個戰場 所以美國和其他的民主國家把奧運會政治化 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他們不這麼做的話 他們就犯了大錯,在歷史上他們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 就是1936年的時候他們曾經犯了一個非常幼稚的錯誤 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1936年,柏林,納粹德國的柏林舉辦了奧運會 為了舉辦這一次奧運會 希特勒他是費盡了心思,他是做了精心的準備 他在1933年在德國掌權 1934年的時候希特勒就成為集總統和總理 所有的大權移業生的一個獨裁者叫做元首 30年的時候希特勒就已經做好了計劃 要把柏林奧運會變成一個宣傳戰的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要達到兩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要欺騙德國人,洗腦德國人 讓德國人覺得他就是偉大領袖 帶領德國進行偉大復興的領袖 第二個就是欺騙全世界 向全世界展現一個崛起的德國,一個美好的德國 同時也是一個和平的德國 德國在短時間之內就恢復了經濟 就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蹟,德國為全世界指明了方向 德國聲,英國、法國那些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降 德聲音降,他要達到的就是這麼一個效果 那麼為了達到這個效果,他是不惜血本 舉一個例子,當時德國正在為這個柏林奧運會建設 體育場館其中最大的一個場館叫做帝國體育競技場 最初設計的時候,那個體育競技場 它的容納的人數是4萬人 希特勒在看了這個計劃之後 當時工地已經開始施工了,他又去視察了這個工地 就覺得這個規模太小了,他在工地上現場拍板定案 說要把這個競技場擴大到可以容納10萬人 這是什麼概念呢?容納10萬人的體育館 在當時全世界是最大的 比英國、美國、法國所有的競技場都要大得多 希特勒告訴那些施工人員,告訴那些設計者 說你要多少人我就會給你派多少人,派出幾百萬人來建設 都可以,你要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預算上不封頂 一定要把這個體育競技場變成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競技場 希特勒不僅僅是重視這些體育場館這些硬件設施的建設 而且他還特別注重軟件的建設,特別注重精神文明 他要求這個柏林人為了舉行這個奧運會 一定要展示出最好的精神面貌 說柏林要像巴黎一樣熱情,要像羅馬一樣有活力 要像這個倫敦一樣國際化 而且要像美國人那樣切合實際 最重要的,他說還要像奧地利人一樣 像維也納人一樣,那麼和平 總之他是要用這種方法來把全世界都迷倒 來把全世界都欺騙 甚至是為了欺騙全世界他還做出了一個非常出格的舉動 他不是一向鼓吹反猶嗎?要鎮壓猶太人,要迫害猶太人嗎? 所以當時德國的這個街上都有很多反猶的標語 希特勒要求在柏林把所有的這些反猶的標語全部都塗掉 外國人進來的時候不讓他們看見任何反猶的跡象 當時納粹有一份報紙叫做《先鋒報》 每天都在鼓吹反猶 在奧運會期間,那半個月期間 他要求這份報紙暫時的停刊,不要發行了 所以他利用奧運會欺騙世界,這個力度非常之大 手段無所不用 最後他也達到了目的,他也得到了回報 奧運會開幕的那天,希特勒帶著他的車隊 穿過了十幾公里長的柏林的大道,大道兩旁人山人海 都向他行納粹的軍禮,都對他展示出無比的熱愛 然後他進入奧運的這個場館 帝國體育競技場的這個主席台下 十萬人歡聲雷動,而且有一大批的這些少男少女 跑到這個主席台上面向他獻花,獻花的時候熱淚盈眶 止不住的就流下眼淚來了 這一些場景都讓全世界的人看見了 當時英國的有一個運動員說 我們感覺到上帝降臨了這個賽場了 希特勒就是當時的那個上帝 他的洗腦、他的催眠已經達到了這種效果 更離譜的是,連法國人過去跟德國幾十年 上百年世仇的法國人都被希特勒的這一套給催眠了 這些二杆子的法國運動員在他們列隊 經過這個主席台的時候,看見希特勒的時候 居然集體向希特勒行納粹禮 向希特勒表達敬意 大家可以想見希特勒這種欺騙的這個手法 到底有多麼的娴熟,他的功力到底有多深厚 那麼這些場面都被全世界各國的媒體廣泛的報導了 所以說希特勒當時是全世界的中心 通過這次奧運會,德國人是徹底的服了希特勒了 對希特勒五體投地,希特勒成為了德國人的神 同時全世界也放鬆了對希特勒的警惕 覺得他確實是有兩把刷子,確實是把德國幹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確實對全世界沒有太大的野心 他只不過是想讓德國復興起來而已嘛 他是和平崛起,對他放棄了這種戒備 最後後果、惡果很快的就顯現出來了 36年舉辦的這個奧運會,到了38年的時候 他的獠牙就露出來了,首先就是他在國內 大肆地開始公開地迫害猶太人 38年有一個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的全國性的舉動 叫做水晶之夜,那一夜所有的德國的衝鋒隊 全面地出擊,把猶太人的這些生意給搗毀 把他們的住宅給侵犯,然後把猶太人給抓起來 這叫水晶之夜 然後他們開始對外提出領土的要求 要求捷克的蘇台德地區要併入德國 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德裔的這些公民 一定要併入德國,38年的時候他還跟奧地利合併 當然奧地利合併是奧地利人自願的 受了希特勒的這一套催眠術之後,自願地加入 這個德國成為德裔之帝國的第三帝國的一部分 然後39年年初的時候就全面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接著就以閃電戰入侵英國和法國的同盟國波蘭 接著就去痛打法國人,那些二桿子法國人 像希特勒行軍禮的法國人,那個時候想起來 他們當年行軍禮的那一幕肯定是羞愧的無敵之容 肯定是憤怒的,難以復加 但是已經太遲了,希特勒的大軍已經打過來了 很快就把法國給打垮了,很快就佔領了法國 二戰大家都知道這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浩劫之一 幾千萬人在戰爭中死亡,上億人流離失所 整個世界都陷入戰火之中,這種浩劫它的起點在哪裡呢? 它的原因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當然是很多 但是柏林奧運會,36年的那一次奧運會 那是重要的推手之一,這麼沉重的這種教訓 西方人怎麼能夠不接受呢?民主國家怎麼能夠忘記呢? 民主國家那些政治人物,那些民眾 有時候確實是表現得比較幼稚、比較天真 甚至是比較愚笨,但是再愚笨的人 有了這麼深刻的教訓,他們也是很難忘記的 你可以欺騙他一次,但是很難再欺騙他第二次、第三次 尤其是當新的一個大國又出現了新的獨裁者的時候 尤其是當獨裁者他在各方面的表現 跟希特勒又非常相似的時候 那些西方國家、那些民主國家 他們的這些政治人物,他們的老百姓 就抑起了過去的傷痛 他們的這個免疫系統就開始起到作用了 就開始對新的獨裁者、新的政權進行提防了 不讓他再一次重演三六年柏林奧運會的那種把戲了 現在美國對北京奧運會的抵制就是這種心理下促成的 現在習近平跟希特勒在很多方面的表現是非常接近的 當年希特勒是欺負猶太人,把猶太人的財產剝奪了 然後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最後把他們送進毒氣室,對他們進行種族滅絕 現在習近平也是在造葫蘆畫瓢 也是在欺負新疆的穆斯林 也是要把他們找一個藉口說他們是恐怖主義 把他們全部幾百萬人關進集中營 現在還沒有到要把他們送進毒氣室的地步 但是誰可以保證他將來不走到這一步呢? 當年希特勒要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地區 因為蘇台德地區有很多德意志人 他要讓德意志人回歸祖國,現在習近平要吞併台灣 要巫統台灣,要讓台灣回歸祖國,這是一個調調 當年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國 目的就是要讓德意志民族復興 要讓德意志恢復以前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榮光 現在習近平也提出了相似的口號 叫做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白了 就是要成為世界第一霸權,要統治全世界 而且希特勒當年是在國內大搞個人崇拜 要把所有的大權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上 現在習近平也是大權獨攬 也是在把個人崇拜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搞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很難想像經過過去幾十年 鄧小平的反對個人崇拜之後 現在習近平就短短的幾年之內 能夠把個人崇拜之風又吹得如此的強勁 這是很難想像的,也就是說習近平 他這個倒行逆施的決心是非常大的 是絕對不怕天下人反對,也不怕天下人恥笑的 而這個獨裁政權一旦形成了 他就可能比過去的那些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的那些 那種專制政權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具有進攻性 所以現在網友給習近平取了一個外號叫做席特勒 實際上我相信很多民主國家的領袖、政治人物 都是對習近平有這種看法 他就是一個希特勒第二,他只不過是 他是一個弱智版的、搞笑版的、肥胖版的希特勒 他們兩個人想法是一樣的,想法是相似的 但是能力相差了一大截 但是不能因為能力相差一大截就對他掉以輕心 因為畢竟他手上掌握著一個14億人的大國 畢竟他手上掌握著有幾百克原子彈 而且現在數量還在迅猛的增加 畢竟他手上還有兩百多萬的軍隊 面對著這麼一個人,面對著這麼一個智力不行野心很大 同時手上又有一些實力的這樣的人 所以西方一定會從各個方面來打擊他、來圍堵他 你比如說現在貿易戰就是從經濟方面來削弱他 現在美國和其他的這些盟國在成兵西太平洋、重兵集結 就是為了在武力上來防堵他 那麼這次在奧運會上面抵制他 這也是宣傳戰的一部分 而且這個宣傳戰僅僅是一個開始 下面接著還有很多的步驟 比如說再過兩天民主峰會就開始了 這是宣傳戰的第二個步驟,這是更大的一個步驟 集結了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要幹什麼呢? 那就是要抵制中共嘛 那就是要跟中共所代表的那個專制陣營 要劃清界限,要形成兩個對壘的陣營嘛 同時這個民主峰會上面還要宣佈 對中共實行一些經濟上的制裁 這個美國的財政部已經說了 對那些違反人權、那些破壞民主的國家 要進行經濟上的制裁 我相信這個民主峰會上面還會 美國還會努力的爭取一些民主國家 讓他們跟美國一起來抵制中共的東奧 那有幾個國家是極有可能跟美國完全同步的 比如說日本、比如說澳大利亞、還有英國、還有德國 德國現在默克爾下台了 這個右派的照顧德國的大資本利益的默克爾下台了 現在左派的政黨上台了,他們更關注人權 所以說更有可能跟美國現在站到一起 那麼還有就是有一些中小民主國家 這些國家可能在經濟上面對中共還有一定程度的依賴 不敢跟中共翻臉,但是他們我相信這些國家不會公開的宣布抵制 但是他們的這些國家首腦 他們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可能也不會出去參加 就是說給你留一個面子,但是理智不會給你 至少是不會給你捧場 也算是另類的對中共說不 這個民主峰會肯定會做到這一步 那麼還有更加重要的步驟,下一個月就是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到期的時間 明年一月份到期,到現在中共還沒有能夠完成 它所承諾的購買美國商品的數量的一半 所以它是違約了,違約了之後美國不可能沒有所表示 所以說這個貿易戰可能還要再升一級 那麼到二月份奧運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可能還有重頭戲,可能還會爆發突發事件 比如說在二月份的那個時候 美國突然再放出很多關於新疆中共進行種族滅絕的一些證據出來 在那個時候,在中共正要走上那個舞台要表演的時候 好像全世界表演的時候,美國在底下放出這麼一個文件 讓中共在台上根本下不了台 等於它走上台的時候你去公開的打臉 這個宣傳戰的效果那是非常之好 而且我相信這種證據,這種材料 美國現在應當是正在蒐集,應當是已經蒐集很多了 那麼另外還有一件事情美國也可能做的 美國和他的盟國可能做的,就是在奧運會開市的時候 奧運會在進行的時候,那些得了獎的運動員 那些全世界矚目的那些運動員,他們可能也會有所動作 就是在那個場合公開的來譴責中共的違反人權的暴行 聲援維吾爾人、聲援香港人、聲援西藏人 這個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那不排除在奧運會期間還會爆發更大的事情 就是中國發生政變、兵變和民變 進行這些重大的政治活動,它成功需要一些條件 就是信息要能夠迅速的傳播 在冬奧會期間這個條件就比較容易滿足 中共不是控制了網絡嘛,控制了宣傳媒體嘛 但是那個時候全世界的媒體、全世界的宣傳網絡 都聚焦在那個地方,所以那地方發生了任何事情 全世界瞬間都知道了,很難掩蓋、很難捂住 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 那麼第二個條件就是在冬奧會期間 中共的鎮壓力度肯定是必須得減弱 因為全世界都盯著它有一些壓力 它不敢明目張膽、不敢肆無忌憚地採取一些血腥的手段 採取一些非常殘酷的鎮壓手段 全世界對它形成了一種制約,把它們手腳多多少少會束縛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舉行民變、兵變、政變條件最好 尤其是民變那個時候條件非常好 因為冬奧是在2月4號到20號之間 2月1號就是中國的春節 那一段時間很多中國人他們是不上班的 他們是在家裡面的 而且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那個時候很多失業的人 在過了年之後他們失業了沒有辦法再出去打工 那個時候他們的心情是最憤懵的 那個時候他們是最有可能採取行動的 所以大家看看過去很多那些專制國家爆發 這個顏色革命、人民起來上街 都是選擇在春天的時候 什麼布拉格之村、什麼阿拉伯之村 春天的時候是一個舉行顏色革命最好的一個時機 所以奧運會、冬奧會期間爆發民變、全民公正 那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所以各界的朋友,那些有志於推動中國變革的朋友 一定要關注這個時機,一定要做好一些準備 即使是我們沒有能力自己去發動的 但是你不排除其他的很多的人有這個能力 他們可以去發動,一旦發動起來 全國各地的這些有識之士 大家一起來配合,這事件就成了 總之這次冬奧對中共已經是開局不利 而且今後還有可能更加的不利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